月到中秋分外明,每逢街节配思亲,除了思念亲人,每当提到中秋节我便自然会想起另一件事。便是在2008年的中秋节那天。 香港是公众假期,我正在和家人庆团圆之祭,从新闻报道中得知美国发生了一件很轰动的金融事件。便是当时有一五八年历史,被美国财富集资选为财富五百强公司,美国四大投资银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, 随之而引发了全球金融动荡,造成全球金融海啸,大家时常听到的一些金融名词,例如次案危机,量化宽松和扭曲操作等等都是因2008年事件而出现。 发生事件后多年,仍然有不少专家继续分析当时事件对将来全球不同市场的影响。 例如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五年后,有专家警告说亚洲有可能成为下一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地方。 幸好未有出现,而在2018年,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赞文,写了雷曼兄弟事件十年经验教训与未来挑战。 按文章所指,虽然问题显移易见,但在当时却不明显移严重性未受重视。 结果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及投资分析师都未能预见之后发生的事。 这是集体思维方面一个发人心省的教训,也和行为经济学中提及的心理偏差有关。 我不是想接力继续回顾及分析当年事件,始终事情已过去了一三年。 但我想指出的重点是,世界基本上是每天都在转变。 不少未想过的事件都会发生。2008年的金融海啸便是很好的例子。 过去一三年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金融或世界危机,导致个人财富大受影响。 例如2011年的欧债危机,2016年英国脱离欧盟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症全球大流行等等。 有些人因此而身家大缩水。 相反,亦有人能够在充满危机的环境下找到机会而令财富大增。 怎样才能成为最终赢家呢? 是否只着眼于把握市场机遇? 期望投资能够趁低吸纳。 高位获利便能够成功。 我的想法是市场的高低起跌并非一般人能够控制。 金融危机何时出现亦不能准确知道,而真正能够自己控制的是你个人的财政。 所以有三点要注重及执行。 一平时要有好的储蓄习惯,每月维持起码收入20%为不同类别的储蓄或投资。 二,做好针对个人风险的保险保障,减少风险导致的损失。 三,不要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市场机遇及专家分析。 反而应该分配投资金额到各类资产,做好分散风险及资产配置的安排。 当有金融危机出现时,便有资金买入并等待收成。 不要只着眼今天的环境,不妨多想自己掌握的筹码及未来中, 长线希望达到的人生目标,然后为自己及家人设定适当计划。 有计划及动力,人生才能活得积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